段小明馆长推选的第三件国宝是什么 他的守护人又是谁 作为一个演员 我塑造过很多角色 初出茅庐 我在演员的道路上勇于探索 不论是幽默的还是飞机 勇于突破自我 时刻坚守之中 就如同博物馆中数百万人物 天然无需修饰 和这里的文物一样 外貌与内涵共存才能够演出 我所守护的这个国宝 是契金在同礼别中所见最大的 被称为该礼别中的王 戏内著有六字名文 我守护的国宝并不大 铸造于商代晚期 属于成九期一类 因期内著有八字名文而得名 有人说他的造型跟装饰风格 类似于商朝的宫殿和宗庙建筑 也有人说 他造型及装饰生动 纹路栩栩不生 雄魂庄重 富丽堂皇 他是中国晚上 清东气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 黄沫老师 吓我一跳 你好 您是来当时国宝守护人的吧 是啊 那您守护的国宝是哪个 敏方雷 敏方雷之王啊 巧了 我也是他 这一个国宝怎么会要两个守护人 哦 我知道了 那让我守护的应该是这个气身 那我守护的就是这个盖子 啊 那我们就一起揭开在这件宝贝背后的故事 好 我是国宝敏方雷的守护人黄渤 我是国宝敏方雷的守护人王家 国家宝藏 我来了 有请国宝守护人黄渤 王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国宝守护人黄渤 大家好 我是国宝守护人王家 我们要守护的国宝是敏方雷 敏方雷拳戚以云雷温为地 上市寿敏文 魁龙文 凤鸟文 这个雷呢下半部是个否字 它是个成久器 这雷啊 多用青铜制造 有圆形和方形两种 而敏方雷是迄今为止出土的 方雷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 堪称方雷之王 敏则源于敏方雷气概跟气身名文的第一个字 气概上啊 有八字名文 敏而全座父己尊仪 气身上有六字名文 敏座父己尊仪 这是商周时期很有影响力的敏氏家族 也许当时他们身负着某种使命 带着敏方雷从中原南迁 这便是敏方雷 中国晚上青铜器 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 我是黄渤 我是王家 请跟我们一起走进敏方雷的前世传奇 敏方雷的前世传奇 横贯了整个动荡起伏的二十世纪 1919年 湖南省桃源县 当地村民在山坡上挖出了一件青铜器 五年后 为了让儿子继续学业 该村民将其中的气盖冲作学费 却被校长认出其为商代太庙古物 再寻气身时 才知它早已被古丸商人抱走 从此 气盖辗转国内 而气身竟流落海外 与巴黎现身 我们的故事 就从此处开始讲起 宝贝 你是我不可多得的 大宝贝 这是哪儿啊 这里是浪漫之都 法国 巴黎 同格 法国 巴黎 对 去那动荡的中国是越来越远了 不好吗 你是谁啊 毕姓卢 毕姓卢 不过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我不可多得的大宝贝 往哪摸的 手上有汗 正是因为我不可多得 所以 你得送我回家 当今之中国是山雨欲来 丰满楼在这 你才能得以保全 你是中国人吧 那你知道什么叫落叶归根吧 器物也一样 我的根扎在中国三千多年 我离不开 知道吗 这外国人他喜欢你啊 卖给他们 你才更有价值 价值 我不是钱 我是风雷之王 就是啊 所以在外国人眼里 你才能更有价值 外国人 难道上天安排我现世 就是为了讨他们的欢心 还是说 成为你这种人 手中把玩之物 嗨 但若是没有我 你们这些文物 怎么会被天下所禁止 没有我 你们的文化和文明 怎么会被世界所了解呢 就算天下人都说我了不起 说我珍贵又怎么样 这很重要 我还不是远离了我的亲人 我的土地 我的国 这不重要了 这不重要了 我还不是被交易 被漂泊 早知如此 我和弟弟 宁愿再埋他个五千年 一万年 此时出来干嘛 举目山河在 我们兄弟却天涯沦落 嗨 你是我的大宝贝 我说你怎么这么讨厌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讨厌 哥 你到底在哪 为什么这么大的国 连我们都保护不了 我就想不明白了 我早就名声大噪 全英那年长沙大公报的报道 但是越因此 引来了驻军团战周盘的地狱 到了他的手 所托非人吧 但我好歹也算是平安 可是你呢 哥 你过得还好吗 从中国再到巴黎 后来我又来到了日本 先是被前野梅集收藏 1950年新田动一接手 这一呆 到如今已三十载 你看看 这是我刚从伦敦家世的拍回来的防范盖 这不是我的 哇咔哒 无论是形状还是颜色皆不符 但全党齐盖罢 你也跟家人走散了吧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我弟弟在哪儿 哥 现在国泰民安了 我早在1956年 就被收藏在了湖南省博物馆 再无担忧 也再无焦虑 唯有期盼 等你回来 等你回来啊 哥 我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 我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 四国以内 马先生说 你的冤改 竟然在中国的湖南省博物馆 真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要立刻飞往湖南 亲眼见到他 你是谁啊 你真的在这里 我的棋神与棋感终于可以合一了 棋神 你是说我哥 我终于如愿一场 就想找到了十三四十多年的孩子 太幸福了 不 幸福的是我 哥 我们终于能相聚了对吗 我是在做梦 新天动衣从日本回来后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也来看我 我和弟弟真的可以重逢了吗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勾回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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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合一啊 我已经这个年纪了 等待这一刻 等待这一刻 已经很多年了 我知道您非常珍视我 可是对不起 我想要的并非如此 我更想要的是回家 我更想要的是回家 不要团聚 哪里不是家呢 这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我在那片土地上被敏氏家族 无非是中国的青铜技艺 多么的登峰造极 可是你可知道 这每一个字 每一个线条 其中蕴含的故事 可都是在告诉我们的后人 祖先曾经崇拜什么 信仰什么 靠什么活着 这些对中国人来说 很重要 所以 我要回家 唯有回家 才不忘我们兄弟 苦等三千年 哥 今年已经是2001年了 我每天都数着日子过 就盼着你回家 我听博物馆里的人说 他们说芯田东一家族 把你委托给了美国纽约家 使得拍卖 我们中国人也要去 上海博物馆和保利艺术博物馆 正在筹缩一笔巨款 哥哥 我让你回去 我让你回去 我们把你给我帮助 监定 保佑 保佑这一次 我和我哥真的能团圆 哈喽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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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什么你好了 你哪来的你啊 哎呀 你也是中国的 这年看不出来吗你啊 哎呀老强老强老强 你谁啊你啊 啊我 我是商晚期的青铜城 你呢 我是雷 咱俩岁数差不多吧 哦 哎 我在拍卖会上 见过的青铜戏可多了去了 可是雷好像还真没几个 而且啊 气形都比你小 纹路也没你漂亮 你不便宜吧 你便宜啊 哎 怎么说话 我也不便宜 当然了 没你贵 嘿嘿嘿嘿 哎 叹什么气啊 哎 我跟你说啊 这拍卖会上啊 青铜戏可多了去了 哎 咱们青铜戏啊 现在可紧窍了啊 肯定都能卖得出高价 我就是想回家 回哪儿 中国 怎么你不想回家呀 哎 兄弟啊 我这个过来同 可得好好劝劝你呢 别吃人说梦了 回家 出来的我看过不少 回去的 真没有 我就想要回个家 怎么就这么难呢 哎呀 兄弟 想开点吧 啊 咱们啊 就只能认命 认命 不 我以前差点认命 可老天爷都没放弃 我也不能愧对祖宗啊 这次回不了 我下次回 我等 我就不信 我回不了家 见不到我弟 哎呦 你还有弟弟呢 啊 你的气盖 至少你还完整啊 完整又能有什么用呢 我那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啊 自打在乱世中重见天日 就没了天日 心同城 成交 兄弟 我带走了啊 新主人那可等着呢 再见 再见 兄弟 老周 希望 下一次我们在中国见 可能 哥 我等你 等你回家 对 等我回家 一次 两次 三次 青铜雷 成交 这次拍卖会上 敏方雷以924.6万美元成交 创下了中国青铜器拍卖价格之队 可惜 夺标者却是位法国人 2014年 气身再度成为拍卖价 收藏界群雄壁志 媒体宣称 这将是一场最为激烈的雷王之争 敏方雷之所以推荐它 是因为它气形雄伟 纹饰精美 是迄今为止出土的 最大的 最精美的一件方雷 同时它也是商周鼎盛时期的代表作 这个敏方雷虽然是在湖南出土 但是呢 它应该是从中院过去的一种器物 这个敏方雷呢 它从器盖到器深海都有明文 这个器物确定它是 敏式家族这个是毫无问题 那么这个敏式呢 它是商代的 非常有名的一个家族 这个到目前为止呢 出土两件 又带有敏制的这样的青铜器 一件是这一件 另外一件呢 是在陕西鲁县出土的一件青铜鬼 因为出土的少 所以这件器物有显得珍贵 在西汉时期啊 雷已经成为了王公贵族们 真相收藏的对象 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 汉文帝和陡后的儿子 梁孝王刘武啊 他非常喜爱收藏 那么他收藏的产品当中啊 有一件蕾他特别喜欢 所以到临终的时候啊 他立下了遗嘱 交代的后世的子生啊 要妥善地保存 并且永远不得给予外人 他的孙子刘湘 继位了以后啊 为梁平王 那么梁平王很喜欢 他自己的王后 他真意要把这件蕾啊 送给他自己的王后 王后是为外姓的人 就离给了外人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有人就告发 结果汉朝的皇帝大怒 周回了梁国的八座城池 并且将这个王后猝死 这个故事说明了 就累在当时啊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来 国立老师 国立老师 我应该说气身好 气盖好 是不是 你们知道吗 在我们国家宝藏这个舞台上 你们两个是第二队 一起来守护国宝的 对 我知道 第一队是蔡国庆老师 和他的孩子 他们守护的那个是 假虎骨敌对吧 说明你看了我们这节目了 没错 第一队是一队父子 这次还是 兄弟俩 对对对 兄弟俩 所以你们要想 为什么让你们两个 共同来守护一线国宝 因为我看过这个 宝物的真容 太复杂了 一个人很难代表 他里面既有 阳光英俊帅气 又有这种沉稳 老练 大方 大度 内涵 等等我再想想 还有 还有什么好词 我们等着他 总起来说 还就是这个敏方雷 除了大气外 他真的是颜值特别高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还是给震撼了 一个气形之大 对 而且呢 它是个成九气 水气 最主要是里面的 线条纹路 刚柔并济 对 这个气盖 它的形状呀 跟古代一种 古老的建筑的 那个屋顶特别像 叫做五垫 上面还有着 类似于锋利的 勾结一样的装饰 非常的少见 对 因为青铜雷 在古代上流行的时间 本来就非常短 而且它又是方形的方雷 就更加的稀少罕见 就这么漂亮的宝贝 气身和气盖 竟然被分开了 那么长的时间 我想这才是 请二位来 以兄弟的身份 守护敏方雷的 最重要的原因 是的 黄博其实演什么戏 都会能透着一种 幽默传递给我们 但是刚才我们看到 黄博演的这个角色 演的这个气身 憋屈的话 真的 反正我是看得 很扎心的 郭立老师 还有拍卖会那一段 当时我看本子的时候 我觉得这段 是又好笑 又有点心酸 又有点无奈 就在那一年 好像成交了 五件青冬剂 也包括敏方雷在内 挺遗憾的 那一次 他们兄弟俩 还是没见着 对 这个没过多久 也就是2014年 这个气身再次 出现在了拍卖场 我们中国人又去了 而且这次 成功地拿回了敏方雷 才有你们今天的相聚 但是这个过程 可是一波三折呀 惊心动魄来形容 也不为过 敏方雷的金声故事 我跟王家将 分别请出一位 金声嘉宾 他们都对 推动敏方雷 回归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请国保守护人 黄渤 王家 为我们开启 敏方雷的 金声故事 2014年6月12日 在位于美国 纽约加士德拍卖行 举行的 敏方雷 气身交接仪式上 通过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工作人员 正在将一只气概 放到气身上 可为何二者的颜色 完全不一样呢 这是因为 这是一件 3D打印的气概 这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证据 用来证明 当时在湖南省博物馆 收藏的敏方雷气概 和漂泊在外 近一个世纪的 敏方雷气身 是同一件气物 首先 我要请出的 金声故事讲述人 湖南省博物馆 文物保管部主任 廖丹 大家好 我叫廖丹 来自湖南省博物馆 是一名文物保管工作者 我还带来了 我们这次 3D打印的气概模型 真的 是的 这是那个 3D打印的吗 当时还是白色的 对啊 这不是那一件 因为那一件呢 在气概合一的 拍摆会结束之后 因为加世德拍摆行 觉得这个事情 非常有意义 就请求我们 湖南省博物馆 把它留在了美国 就这么留那了 是的 你跟他们要钱呢 3D打印的 还是 那也得给他要 就说这不容易 你这样我们把盖 把这个3D的盖 给你把这气身 还给我们得了 咱怎么也得这么做生意 还真的是 当时没让您去 你知道吗 我觉得要让你去 连这盖都能给他饶不回来 我还在给他顺五价 对 对 这次纽约之行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模拟这个盖和身合一 但是当时国内提出了一种质疑的声音 就是说我们这个气概和气身并不是同一件 所以当时为了百分之百的能够确认这个气身和气概是同一件 我们的廖丹主任就带去了当时的这件3D打印的气概 廖主任我想问你 我就不明白 当时为什么还拿个3D打印的气概呢 你拿咱的食物一出去 框往上一盖 说这就是我们的 瞧什么 情况是这样子的 当时我们的女方蕾的那个气概它是一级文物 它如果出国的话呢 它的手续非常的繁杂 还有出关 美国那边的入关手续 但是留给我们时间呢 只有两到三个星期 因此呢我们只能另辟蹊径 当时呢我在网上看到有3D打印这样一个技术 所以呢就跟我们同事商量 看能不能用这种技术 应用于在我们这个3D打印的模型上 当时我们馆长非常的支持我们 让我们马上着手去做 我们马上呢就找了长沙当地的一家 专门制作3D打印的公司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们长沙那家本地的公司 他们打印设备呢 不是很完善 所以呢它只能连夜开着车 拿着所有的数据到南京的总公司 后来两天两夜 加班加点的把气概的模型给打印出来了 当我和我的同事把气概模型交到我们馆长手上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在前往美国飞机的当天了 可以说呢我们是在最后的时刻 把这个气概交到了馆长的手上 坐上了飞机 快关飞机舱门了 等会儿 等会儿 盖儿来了 盖儿来了 其实陈馆长后来跟我们讲 当时也很有细节性 他说当那个加世德拍卖行的工作人员 第一次把这个气概的模型 盖在气身上的时候呢 还盖不进去 陈馆长就提醒那工作人员 他说是这样把它转个180度 反个方向套进去 结果一套就完全套进去了 而且是严丝合缝 当时场上可以说是非常激动 响起了一片掌声 其实我觉得这个盖儿呀 带过去就像什么呀 说这个把钥匙是不是要是把它锁的 就拿过去试一下 对对对 通过廖主任跟我们讲的故事 我们可以感受到国宝的成功回归背后 是有很多人默默努力的 我们要谢谢廖主任 谢谢你们做了如此充足的准备工作呀 谢谢 从1993年我们几位老馆长 在日本的新田东一先生家里 见到气身为止 到2014年 米方雷气身终于回到祖国 回到湖南 那一天起 我们所有为之付出努力的人 足足准备了15年 所以见到气身那一刻 我们都感到非常的知足 也非常的欣慰 我们要再次为他们鼓掌 真的15年 整整的15年 弃而不省 我记得在前世传奇里 新田东一 也是希望这个气身和气盖合一 其实呢我们之后呢 一直与那个新田东一先生 保持的非常紧密的联系 包括后来呢 我们也非常想促进 在上海 在新加坡 举办这种合体展览 但是很可惜都没有成功 到了2001年 因为新田东一先生 他自己个人的原因 这件气身又一次地 摆上了加盛德的拍卖行 但很可惜的是呢 因为法国的买家 以924.6万美元的高价 派走了这件气身 比我们当时中国的出资价呢 高出了大约是四成左右 国宝回家 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接下来的故事 就跟我们今天邀请的 另外一位 今生故事的讲述人有关了 那好 那我们先请廖主任 您下场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有请黄博 继续为我们开启 闽方雷的今生故事 在开启这一段 今生故事之前 我想和大家再来回顾一下 闽方雷的整个的流转过程 好 这气身啊 这个流转还是比较坎坷的 已知的是从桃园到了长沙 到上海 然后就出去了 到巴黎 到日本 至于其中还去了哪呢 有各种传说 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2001年还在巴黎又被拍卖了 然后就是2014年 最终回归的这一段 可中间到底经历了 怎样一个过程 黄博你得好好讲讲给我 这个啊 我可能真讲不完全 那接下来呢 要请出闽方雷的另外一位 今生故事的讲述人 谭国斌 很小时候 已经能去什么 看餐馆 就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 所以我也非常激动 因为我确实到 这位最好的归兽 它是我们辞了 做这个事 本身就不只成为 同盟同利 说实在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 中国人 用来做的一个事情 大家好 我是唐国斌 我是一名收藏二号手 也是长沙美系馆馆长 那你第一次 亲自看到闽方雷是什么时候 年轻的一三年 先赶加斯德抽拍的时候 我当时看到闽方雷气手 当时被他文师之美 气情之大 文师之防腐 所中汉 可能谭言上来 还稍微有点紧张 但是呢 我跟你说 就我了解后边的这些事 好像有一件事情 让你特别着急 是吧 后面我当时就听到了说 兵方雷气声 在年轻一四年 商业在一期间 在友约加斯德 进行再次拍卖 但是我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着急 万一又被国外人卖走了 那兵方雷更能 回忆到我们的祖国了 所以我赶紧飞到湖拉 想一定要把兵方雷 请飞湖拉 那谭国兵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我们来一起看看 第一个关键词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五千万美金 这五千万美金 是卖家统一窍购之后 定我们开的价钱 哇 五千万美金啊 五千万美金 现在多少人比啊 三个多亿 四亿 当时想要继续 拍卖程序的话 有可能拍去 更高的价钱 所以说你说 刚才说的五千万 我们在这大呼小叫了 其实这还是一个 保守的价格 真正上拍了以后 那个价格就不得而知了 避免进入拍卖程序 可以说是最稳妥 最省钱的一种办法 既要讲规矩 又得讲策略 还得省钱 能告诉我们 一共筹了多少钱吗 我从香港回到国内之后 首先我跟我们 富浪省博物馆 曾经民馆长 费报了 民放来 再次去现派场上面的情况 经过富浪省政府去灭 由富浪管理为局 富浪六家企业 共同区治 三千多万美金当时出了 三千多万美元 这还差得远呢 这可怎么解决 所以唐国斌 他找人起草了一封信 为什么要写信呢 因为当初 卖家还没同意 各有掐购 也是为了统一 全球华人的战线 得到全球华人的 鼎力支持 全球华人收担件 所有的朋友 对加持得写了一份公开信 所以说有章有法 我就给你念这封信的最后一小段 反请贵公司促成此事 同时 我们仅向全球华人藏家呼吁 恳请海内外华人藏家 在拍卖场中以大局为重 万物以个人好物 轰抬价格 期待全球华人藏剑 和中共祭 为后世子孙祭 促成此次国宝回家的圣旨 成就中华收藏的 又一家话 真好 现在看起来 全球华人 全体藏家 海外的收藏家 都出面了 是吧 整个的故事讲了完了以后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为了降低国宝回家的风险 避免进入一种不可控的 拍卖的程序 你们选择了 恰购这样一种方式 为了能让恰购顺利地进行 企业又进行了资金的筹集 对吧 然后呢 民间的收藏家们 也集体行动起来 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对我们自身文化遗产的重视 是我们中国发出的声音 温和却很坚定 这一切作用下 闽芳雷的世纪回归之路 终于完美地画上了句号 记得在拍卖会的当天 当家世德宣布 闽芳雷已经恰够成功 不再参与本次竞拍的时候 在场所有华人收藏家 欢呼声雷动 当时你在现场 是不是也特别激动 我没有在现场 没在现场 因为我正在付丁金 刷了整整的一天 刷卡去了 刷卡去了 因为定金是五百万美金 所以每次只能刷五千美金 刷了一千次 光定金就刷了一天 他估计应该是有生以来 最爽的一次 刷五千 刷五千 不是最爽的一次 应该是最累的一次 因为你刷一整天 一千次签名 都签一千次的话 确实累得要死 还得签名呢 倒是 选到国宝回家 心里特别贴 你等于是签一个 就又近了几公里 是吧 签一个 又往家走了几步 对 刷这一次是一程路 又往家走了几步 其实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爽 是由一种不是花钱的爽 是一种让国宝回家来 心里头的踏实 那种爽 是吧 是的 回想起这一切 是不是觉得特别自豪 伍利老师 你过简了 我就是完美归乡 这件事的发起人 做了一个中国人 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背后没有 富兰省博物馆 没有全球的华人 收藏家的齐心 没有六家富兰人企业 把侃派捐款 这件事是半不存的 正因为有方方面面的 不懈的努力 我们才把一件 半不存的事情 把它办成了 是的 2014年6月21日下午 流落在海外近百年的 闽方雷气声 我 与留在了国内 孤苦伶仃 近一个世纪的乞丐 也就是我 终于合二为一了 终于我们团圆在了 自己的故乡 我们知道在国外文物 被称作Art 就是说是艺术品 而在中国 文物之所以称作是文物 却是因为 它身上铭记了 我们老祖宗的历史 它是有灵魂的 它是一种信仰 它承载着我们 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 让流散在海外的国宝 回家 是所有中国人 长久以来 难以释怀的情节 近年来 已经陆续有一大批的 海外流失的文物 回到了中国人 自己的家里 中国人的自信心 也正在回归 正因为有了这份自信 让我们看到了 国民日益增强的 国宝守护意识 和一个国力 日渐强盛下的 大国底气 与实力 接下来 有请廖丹 再次上台 我们要为 敏方雷的国宝守护人 颁发印信 并请四位一起 宣读 守护誓言 我是黄渤 我是王家 我是廖丹 我是唐国斌 我们志愿守护 敏方雷 守护历史 守护尚武血案